我們這個是固定的,也是10年,然後利率的話是到2% 那這邊要把它算出來 那我們大概會需要 這個是動態的,也許蠻多地方就可以把它改成動態 讓使用者輸入一個存款金額 讓他VBA自動幫我算出來 那VBA怎麼樣可以幫我們算出來,基本上我們可以把這個公式 可是這個公式的邏輯怎麼樣轉換成VBA的邏輯 然後基本上一樣,把它一個一個放到這裡面來 有沒有 基本上就是你要去算4i等於4列到第19列 4j,有沒有跟剛剛一樣 第2欄 一直算到可能第10欄 所以第2欄,應該到11欄 OK 然後呢 一個一個的輸出啦 這個跟99層發表的原理原則很像 那只是說呢 我要怎麼樣把這個公式 轉換成 放到這裡面來 OK 那基本上前面一定是Sales 瓜胡i 豆點追 就是i列的追欄 對不對 那裡面等於什麼 等於後面這個 那基本上 特別注意喔 以後 可以把 假設你寫了一個公式 可是這個公式你要轉換 轉成 在VBA裡面 可以 實行的 一個 什麼 一個 一個規則的話 記得我的習慣是 如果它前後 都已經鎖了 藍跟列都鎖的話 那我會把它轉成Range 所以是Range B1 為什麼 這個一定是固定 Range指的是固定在 某一個儲存格上面 OK 那如果是單邊的話 比如說它今天固定是 這個固定 那我將來 我就會用Sales 那Sales的話 就會固定 A欄固定 但是後面4 它沒有鎖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它改成I 因為它這個4 將來是往下變5 變6 變7 向下填滿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這個4呢 因為它是先列 再藍 後面的話 就是A 這樣子 用這個 代替上面 這個 A4 OK 應該可以理解 這個鎖住 所以固定 以後都A 然後I的話 因為它這邊 沒鎖住 所以它會變4 變5 變6 一直類對 那這個B3的話呢 那我怎麼轉 其實基本上我會改成這樣 Sales 挖壺 哪邊沒鎖呢 3有鎖 所以先3 因為鎖住了嘛 你就固定寫個3 就對了 因為以後一定是3列 那 B沒鎖 所以特別是 那因為 你這邊不能給 後面呢 你想說那個 我是不是 以前是寫一個B啦 不過問題 將來這個B會變動的 能變動的話 特別注意 一定是數字 你不能說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就是 所以會變動的話呢 那基本上 我就不寫成這樣子 我寫成什麼 就放個J就好了 OK 那將來的話 它J是從2開始 3 4 有沒有 所以寫出來 大概是這樣的邏輯 那所以我這邊 Range 乘上 刮壺 1加上這個 幾次方一樣 不過前後要空白 再再串 那我們來看一下 寫出來 大概是這樣子 那前面呢 再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那個 Input Box 所以 計算的這個 我把它 我們直接來看好了 因為這個有些地方 前面都有講過 所以我直接 來看一下 那這個地方的話 特別注意 Range B1 特別注意 因為我第一步要做什麼 請使用者幫我輸入一個 金額 當它輸入之後 我再把它丟到這裡 蓋過去 對不對 所以就是這樣 Range B1 等於Input Box 請輸入存款金額 這個時候呢 會跳出一個 那個 Input Box 那我就輸入了 輸入之後的話呢 那這個時候呢 你需要知道什麼 I 就是 哪一列 到哪一列 那不過特別叫 4列 開頭 可是底下不知道 我們可以用偵測的 從A4向下抓 鏡頭 最後是19 現在是19 追的話呢 你可以從第二欄 到哪一欄 可是有時候不知道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Ctrl 向右 Ctrl向右 其實這個寫法 也是活的 所以它將來會抓到什麼 假設現在的話 抓到是第6 所以它這邊有沒有 抓的方法就是 游標放在 在B3 這個 向右偵測 向右 跟向下不一樣 是to right OK 回來的什麼呢 color 哪一欄 不是 下面是往列 然後右邊是哪一欄 那回來就6 所以是2到6 範圍先確定 所以 再來的話呢 我要輸出到哪一個儲存格 我剛剛講過 如果我今天的公式裡面 假如是 都鎖 那我用range 如果鎖單邊的話 這個鎖單邊的話 那是 1一樣是1加上什麼 Sales 那個後面是列嘛 列沒有鎖 就用I like it 那鎖的話是A 幾次方這個一樣 Sales 3如果鎖住的話 那固定就寫3 前面這個沒鎖 那就是把追放過來 應該可以理解那個啦 不過 可能 對有些同學來說 就是假如不熟沒關係 反正你多看幾遍 應該就慢慢可以理解 那以後如果你有公式 你要把它轉成VBA 你就可以套類似的公式 幾乎都是 沒有問題的 OK因為基本上四串表不外乎就是 固定的位置 不外乎就是鎖單邊 你可以這樣套 OK那最後做出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計算 這邊的話呢輸入各時 百千萬 十萬 百萬好了 OK確定 輸出 結果就出來了 他是怎麼跑 這樣跑 先跑這一個 這一列 跑完再換下一個 再換下一個 跟那個99乘法表一樣 另外就是說 你會發現 點進去 如果你將來 這個地方輸入是一個 非數字的話 會卡住 就剛剛那個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 不希望 輸入的時候 不要讓它 就是說 非數字 的話 過不去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 我們可以把 剛剛這個地方 我剛剛講過了 其實改法 就是上面這一行 把 這個註解拿掉 換下面這個 差別在哪裡 這邊就要 多一個Application 點 有沒有 也就是這個 Input Box 是在 Application底下 的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 多了一個這個東西 叫做Type 這個Type意思就是說 你輸入的東西 只能夠是哪一種形態 如果等於1的話 那就是只能輸入數字 那還有其他的 如果你要知道更多的話 F1 把郵標放在那個 Input Box裡面 那這邊就有講 它有這麼多 Prompt 就是 這個文字 那因為Type在最後面 所以你這邊加一個Type 冒號 等於 那為什麼是1 你可以往下看一下 就在這裡 這邊有個說明 OK 2 1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如果是1的話 一定只能 輸入數字 如果你輸入非數字 就不行 那如果你將來只能文字 那你就用2就可以了 OK這邊就有 答案了 你就看一下這邊 一下 那還有之前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為什麼要這邊打一個 Type 而且還是 冒號等於 因為我們這個 參數 就告訴你說 這個是一個Type 但是呢 你除了用這個方法之外 你可不可以這樣子 其實一般上 因為你很多參數 你可以 這樣子 第一個參數是 Prompt 就是請輸入存款金額 那你 逗點一下 他會告訴你說 接下來你的Title是什麼 中瓜五表示說 你沒有輸入也沒有關係喔 然後那不輸入 Default Default 中瓜五沒有也沒關係 至於什麼 請查一下 因為這個 裡面都有說明 Letter是什麼 就是說 它的位置 對那個 左邊應該是 水平的 坐標 應該在哪 當然你如果不一定要在正中央 你可以把這個數字變更一下 Type是指的是 垂直的坐標放在哪裡 Help file 就是你有沒有一個 Help file 意思就是如果使用者 不知道什麼 他如果按一下 F1 你要不要讓他跳出另外的檔案 如果沒有你就跳過 跳過 Type 這個時候 你輸入1 這樣子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是問題 想說老實 這個中間這麼多 這個好像有點怪怪的 應該沒有人 在寫程式 所以為什麼用Type 冒號等於 因為他的參數 是在最後面 那如果說你要為了要存取到那個參數的話 你變成要 豆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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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點到那裡 所以這樣的寫法 不太OK啦 那怎麼辦 大部分就是這樣 因為他在最後面 可是我沒有 時間一直在 豆點 所以我就乾脆打一個什麼 Type 冒號 等於 1 那這個意思是說 我的 Type 參數 等於1的意思 OK 不過因為 最近有同學問到 他翻了很多書籍 也沒什麼答案 所以我就順便講一下 這樣可以理解 所以以後呢 我是建議啦 你們就是 學習這個東西 一定要活的 而不要就是死背答案 或者是找什麼書裡面講的 其實 你慢慢 可能要慢慢習慣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 他裡面的說明檔 已經做得 雖然說不是很完美 但是 可知參考 OK 除非說你有一些不完善的 也許你可以再去找一些相關的書籍 另外還有這個 他可以離線 離線走 當然 之前好像有個什麼連線版 當然就另當別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做完之後 有什麼差別 我們來看一下 按下去 你會發現按鈕比較小 那如果你輸入非數值的 他就會擋下來 OK 這樣就不會錯了 一定要輸入一個什麼 數值 這樣才會過 OK 差別在這裡 那還有計算清楚 清除我想很簡單 就把這個放個清掉 然後還有 函數 剛剛我們有用到一個 FV的函數 可是呢 你要怎麼把FV的函數 放到裡面來 當然 我們之前有講過 你可以把那個公式 有沒有 複製貼過去 丟一個公式過來 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也許你可以做什麼 就用那個 Application 裡面 其實第二個方法 我是用這個 我們是FV這個 當然你可以用那個 丟公式過來 第二個是你可以用什麼 Application 點 點下去之後 會有一個 Worksheet function 再點下去就會出現 FV了 那如果說你要存取那個 實際上就是什麼意思呢 在VBA裡面 我要去使用到 Excel裡面的那件函數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這個方法 那怎麼呼叫它 因為它是在Excel裡面 的 Worksheet function 就叫做什麼 工作表的函數 所以 它裡面的函數應該叫做 工作表函數 好 裡面有個 Function 那你一樣 傳遞 總共會有這些 參數給他 那一樣他會執行 不過後來好像有同學 他用2013 他說他 做了一件事情 他把前面的東西刪掉 居然可以執行 可以執行 可是我不知道這邊是不是可以執行 試試看 也可以執行 OK 所以理論上好像是不是 因為我有試過 2007是確定不行 2003那更不用講 所以可能是 在20 20 2010以後 我也不敢 他2010以後 剛剛那個東西 可以不用加 不過你加 你加了他也 也會執行 但是不加 他也可以執行 所以 只是說 我不知道說他這個 如果你不加 你按一個 大瓜糊 一個 錢瓜糊 他也會 他也會 顯示 可能是 2010之後 他就把 內建的函數 直接就讓你可以 可以存取 等於 以後你在 VBA裡面 你要用VBA裡面的函數 可以 你也可以用 Excel裡面的內建函數 也沒問題 那這樣的話呢 等於 他的彈性就變更大了 所以 當然比較標準的做法 所以一般的書籍裡面 他都會加這個東西 Application 點Walkthrough Function 不過很多人光看到這個 我之前光看到這個 我就 有點 覺得 這樣子對一般來說 應該不太OK 不過他現在是可以這樣子 所以這部分我想各位試試看 那裡面傳遞的 參數啊 你不能用這樣子的方式 你一定要還是要轉換 因為 你到 等於到別人家裡 如果在你自己家裡是這樣子 這樣的一個公式 可是你現在在VBA裡面的話 那你記得要做一些 有點像轉 轉義的動作 我講過啦 如果你鎖單邊的話 那記得用Sales 把那個鎖 鎖的部分 用固定的 另外一個沒鎖的 那就用 變數 如果是列的話 他的位置在列就I 如果他位置在 欄就用J 其他的話一樣 Range 把它轉一下 這樣應該OK 所以 第三種方法 那最後的話有一個就是 動態的 年 比如說幾年 6年 Enter 那我這邊 怎麼去做動態 這邊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 其實我是這樣 輸入6之後 他先把這個範圍 刪掉 再重新跑1到6 因為速度太快 你根本看不到 他實際上是有做 就是動態年 第二件事情就是延伸我們剛剛的框線 那剛剛的框線是固定範圍 可是現在的框線呢 非固定範圍 如果你是6年那就要跑6年 如果你是8年 按確定 他就要畫出8年的框線 所以底下的部分呢 其實我做了幾個 第一個 把框線清掉 第二個 再把框線畫上去 OK 所以 那一樣 利率跟年很像 其實你會年大概利率應該也畫得出來 要怎麼做我想等下再來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是 上面 總共會有計算的 三個按鈕 三個按鈕 其中 清除比較簡單 計算 另外就是Input Box 三個按鈕